崇明万路层言,日欲淑女,无骨如昭一字。 清乾隆年间,仲臣纪晓兰备受世人赞誉,数百年间,其才名变传天下,真实历史中与其相关美色故事,更数不胜数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,曾经出现过许多传奇人物,提到清朝时期的纪晓兰,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,无论是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,都曾着重描写过这位才能出众的臣子,相信在很多人看过关于纪晓兰的电视剧后,都认为她是一个不尽女色。 只对文学知识感兴趣的男人,可随着纪晓兰之墓的出土,世人关于纪晓兰的认识,却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。 曾经,我国专家在河北地区成功挖出纪晓兰墓,而且墓中端坐的七名女子,则成功揭开纪晓兰的真实面目。 那么,真实历史上的纪晓兰究竟是何形象? 在她的墓葬中,又为何会有七名女子的遗骸呢? 在《铁齿铜牙纪晓兰》这部电视剧中,纪晓兰和珅与乾隆皇帝可谓铁三角,平日里,他们三人经常一同出游,基于这一原因,很多人便认定,纪晓兰一定是乾隆皇帝最看重的大臣之一,可史书中记载,其实,和珅才是乾隆皇帝最看重的臣子,而纪晓兰则时常遭到乾隆忽略。 可以说,纪晓兰之所以能够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,并不是因为她本人的性格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,只是因为她的才华远超其他文官。 作为一名文臣,在纪晓兰围观过程中,为似乎全书的编撰工作做出重要贡献,基于纪晓兰在文学方面所做出的成就,在结合影视作品中的纪晓兰形象,人们也大多认为纪晓兰是一位清心寡欲。 博古通筋的出众文人,但实际上,在纪晓兰的一生中,曾那了许多位妾士,过着非常浪荡的日子。 除此之外,在日常生活中,纪晓兰更是非常奢靡,民间传言,纪晓兰每一顿饭都必须要吃上大量的猪肉。 在很多人了解到史书中对纪晓兰的记载后,均对此感到无比震撼。 毕竟如此形象与影视作品中所刻画的内容有着极大的差别,而当纪晓兰的墓葬重现于世后,世人亦实现了对纪晓兰的深层次了解, 我国河北地区曾有一处规模较大的古代墓葬,上世纪动乱背景下。 这片墓地曾遭到多次倒挖,新中国成立后,相关部门便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,以保证墓葬中的物品不会遭到更严重的破坏, 对此墓进行清理过程中,专家们发现,墓地表面曾遭到严重破坏,但非常幸运的是,此墓的内部墓室却并没有遭到太过严重的损坏。 在专家们将这一墓葬的墓室打开后,众人发现,虽这一墓葬表面看起来较为普通,但其内在却无比豪华。 此后,专家们更是在墓葬中发现了七具女子遗骸,这七具女子遗骸分别散落在墓主人周围。 为探寻墓主人的真正身份,工作人员们便开始对墓葬中的墓制名及各项文物进行考察解读。 最终,考古专家们判定,原来这座墓葬的墓主人便是清朝时的著名官员纪小兰。 在纪小兰的一生中,共有一名正妻及六名妾室,至此,专家们终于确定此墓中七具女性遗骸的真实身份。 而通过对比古代社会中的其他夫妻和藏母,也会发现,纪小兰的思维方式依据独特之处,古代社会中,女子地位相对较低,且男子的正妻和妾室之间亦有着较大的身份差距。 但在纪小兰生前,却能够尽可能的平等对待妻子及几位妾室,不仅如此,在去世后,她更是魄力让妻子和妾室们都与她葬在一处。 由此可见,尽管纪小兰是一个较为花心浪荡之人,但在对待妻妾之时,她的真心亦是难能可贵。 通过对纪小兰墓葬的发掘清理,人们得以见识到纪小兰的本来面目。 其实,她并不是一位不尽女色的书生,而是一位十分贪恋美色的男子。 可以看出,尽管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历史题材艺术作品,能够促使人们对历史有着更加全面的认识。 但在许多历史题材艺术作品中,却存在着诸多对历史人物的错误描述,若是想要了解更加真实的历史,人们便应着重关注考古活动及正式资料,避免受到文学影视作品的误导。 进而对历史人物产生错误认知,相信在未来社会中将会有更多真实历史故事,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 清朝雍正三年,1725年11月,成亲王云旨算是倒了大霉了,他竟然因为参加葬礼迟到了,差点被雍正耻夺了爵位,云旨乃堂堂大清朝亲王康熙皇帝的第三子。 雍正皇帝当时唯一在世的哥哥,他会因为一场葬礼去迟了就被夺绝,清世宗实录记载,黄贵妃丧事,云旨当奇迹之妻,退位不前,诸王大臣无不为朕痛惜,而云旨欣喜之色不于平时。 原来,这天是雍正帝最心爱的女人,黄贵妃年事的葬礼,年事薄事,雍正帝命七个禁之王公都要为年事代孝,云旨表面上没有说什么,但却故意迟道。 而且面无其容,似乎还比平时高兴,云旨的表现惹怒了雍正帝,因此才对云旨大发雷霆,在历史上,因参加后妃葬礼迟道而被治罪的皇兄,还真没闲力。 当然,这也能从侧面说明,雍正帝非常看重年贵妃,年贵妃,史称敦素黄贵妃,她是年庚瑶的亲妹妹,又是雍正帝最宠爱的女人,在影视剧中,她的形象和历史多有不符。 本文,笔者将通过史料,来和大家分享雍正帝的白月光,敦素黄贵妃年事,敦素黄贵妃年事,后世史书并未记载她的闺名,虽然后是影视剧中多有杜传, 但笔者为表严谨,继续用年事来称呼她,年事最初来自汉军湘白旗,后来抬入汉军湘黄旗,她的祖上之所以会入旗,要从明朝末年说起。 明朝万历年间,年事的曾祖父年有生曾任明朝辽东广宁指挥,后来明朝在辽东屡屡失利,年有生清军被俘,加入了汉军湘白旗。 清军入关后,年事的祖父年仲龙曾以科举入室,最高担任过刑部郎中,年事的父亲名叫年霞灵,康熙年间曾任湖广巡抚,也算是封疆大吏,年霞灵有梁子一女,长子年细摇,四子年耕摇,女儿就是本文的主角年事。 根据史料记载,年事从小复制温良,时宫端塑,年霞灵是女儿如掌上明珠,两位兄长也对小妹非常关爱,清朝康熙四十八年。 康熙帝封三阿哥印旨,四阿哥印针,五阿哥印吉,三位阿哥为亲王。 清朝的每个有绝之人麾下都有属于自己的左领和奴仆,年霞灵所在的左领被化归到雍亲王印针,后来的雍正帝。 麾下,如此一来,年家变成了印针的直属奴才。 当时,印针正在密谋夺敌,年霞灵的两个儿子正好是较好的助力。 当时,年霞灵的长子年细摇任直立广平之府,四子年耕摇任是两榜进士出身,任四川提督,此二子皆为印针所用,两年后,也就是康熙五十年。 清宫选秀,年霞灵的女儿年事以秀女的身份入宫,康熙下旨。 将年事指婚为印针的侧府界,虽然史料中没有记载,不过笔者推测,年事能入雍亲王府,应该是印针向康熙请旨的结果。 因为年事成为印针的侧府界,等于印针和年家的利益绑定在了一起,对印针有极大的利益。 由于清朝秀女一般在十三到十六岁之间入宫,所以,年事嫁给雍正帝的时候,应该在这个年龄段。 而印针当时已经三十三岁,他府中已经有一位福晋和至少四位师姐,年事入府后。 在后院的地位,仅次于雍正帝的附近乌拉纳拉市,本来是一桩明显的政治联姻,让印针没有想到的是,年事却比他想象的要可爱的多,年事不仅容貌娇艳大方。 而且性格非常温婉,雍正帝登基是,在册封年事的册文上写的,正在藩底实施政客尽敬慎,在皇后前小心恭谨,遇下宽厚和平,时能在乡内政。 意思是,年事对印针非常恭敬,在迪附近乌拉纳拉市面前也很恭敬,对待印针的那些格格,士姐们也非常宽厚平和,是个标准的贤内主,这样的年事。 让印针十分喜爱,在印针登基之前,册服近年事先后为印针生下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,可惜,前两个都没有活到两岁,只有第三个孩子福会活到了印针登基之后,雍正登基后,年事又生下一子名叫福佩,在雍正帝的所有嫔妃中,年事为雍正帝生育的孩子最多。 四个,丛生孩子的数量也可以看出年事的得宠程度,心心负心心,结爱物在身。 从政治联姻到甘之如仪,雍正帝和年事的爱情故事才刚刚开始。 二,后宫多家里,偏爱年贵妃康熙六十年。 年庚瑶因辅佐十四阿哥印之在西北作战,被康熙帝提拔为川山总督,印针给年庚瑶写信,说您是想念自己的侄子,要年庚瑶把十岁以上的儿子和侄子全部送到京城,让姑姑代为抚养。 很明显,当时夺嫡之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,年庚瑶作为西北地区的封疆大吏,又手握军权,印针虽然和他有狼就之意,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,印针还是需要一些人质,年庚瑶最终派人将儿子和侄子送到了雍亲王府,有年事照看,年事虽然身为女子,但也明了印针的用意。 他每天悉心照顾侄子们,并无任何怨言,康熙61年11月,康熙帝在畅春园驾崩,四阿哥印针成了最终的赢家,成为了雍正帝,而雍亲王府的的女眷们自然也水涨船高,雍正元年,雍正帝帝册封嫔妃,当时雍正帝一共册封了一位皇后,一位贵妃,两位妃子和两位嫔妃,其中皇后自然是雍正帝的嫡妻乌拉那拉氏, 而贵妃就是年事,两个妃子分别是齐妃李氏和西妃纽户路氏,齐妃和西妃之所以被封妃,是因为前者生了红十,后者生了红历,他们母平子贵。 而年事当时西下有雍正帝的第八子福慧,红盛,其实当时雍正帝第五子红昼的生母耿氏只是被封为玉嫔,可见要想被封为妃或贵妃,不仅仅要有儿子傍身,还要受宠, 而且年事嫁给雍正帝的时间没有齐妃,西妃和玉嫔早,但他却被封为贵妃,位列三人之上。 从这可以看出,年事在雍正帝心中的地位,雍正帝还因为年妃的缘故,把年价一百七十多口从香白旗抬到香黄旗,这让年事一族都对雍正帝感恩戴德,雍正帝在封年事为贵妃,还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。 因为在雍正帝之前,清朝从未有皇后和贵妃在同一天册封的情况,按照礼部的章程,皇后的册封典礼完成后,应该由贵妃带领嫔妃,公主命负一起向皇后朝贺,然后再册封贵妃,贵妃再接受嫔妃,公主命负的朝贺,但雍正帝却改了礼部的流程, 他让皇后和贵妃分左右坐立,一同接受大家的朝贺,雍正帝这样做,对年事来说有两个好处,第一,免了贵妃向皇后朝贺的流程,第二,让贵妃和皇后平坐,再就时可视为僭越,但雍正帝这么做,无异于拔高了贵妃的地位。 正如雍正帝在给年贵妃的册文中所说,自尔非年事,赌生令族,批注方生,复制温良,时工端肃,领真归于图室,克勤克俭,表仪泛于横黄,有点有责,雍正帝的意思是说,年事不仅性格温良,美名远波,批注方生,还能归劝自己秦政,领真归于图室,并且循规蹈矩,克勤克俭,不仅如此,按就制, 贵妃的朝服和奉官要比皇后少一层,但雍正帝却让内务府将年贵妃的朝服,奉官与皇后做成相同的知识,只是在用黄金的时候,少用三两,已是差别,种种迹象表明,雍正帝对年事十分宠爱,而这种宠爱,有些时候甚至以逾越宫为中的理智为代价,但也是因为雍正帝宠爱年事,所以不管是皇后,还是礼部官员,都不敢提出任何质疑, 年事的身体不是很好,轻视踪实录,说他素病弱,实际上早在康熙驾崩的时候,年事就已经被诊出起脉,到他被封为贵妃的时候,运象已经很明显,但年事身为贵妃,要帮助皇后管理六宫,每日操劳,再加上年事身体底子本就不好, 因此才动了胎气,雍正元年五月,年事七个月小产,这是年事所生的第四个孩子,是个男婴,可惜生下来不到一个时辰便死了,清朝皇子一般活到两岁以上方能去持, 但雍正联系年事,将这个已经去世的婴儿取名伏配,寄入皇家御蝶,称九阿哥,张爱玲说,女人想要的不是爱,而是偏爱,对于贵妃年事来说,她自从嫁给雍正帝,就得到了雍正帝的偏爱,若是她身体康健,她一定是一位幸福的女子,然而天不假年,她只享受了三年的贵妃生涯,雍正初年, 蒙古和朔特部右翼首领,罗补藏丹金,再度起兵,雍正帝派年庚瑶为辅远大将军,最终在月中其等人的配合下,年庚瑶得胜而归,雍正帝视年庚瑶为公补,不仅赏赐她四团龙补福,还亲自带领王公大臣到城外迎接年庚瑶,而后,年庚瑶被封为一等公,加太宝贤,她的父亲年霞灵也被封为一等公,加太傅贤,外有年庚瑶, 那有年贵妃,当时年家堪称清朝宗室以外的第一高门,可是正在年氏家族最巅峰的时候,宫内传出消息,说年贵妃病倒了,关于年氏治病,史料中没有记载,或许因为她身体本就不好,也或许是因为家族未高感的惶恐, 而接下来的事情,则让年氏的病情雪上加霜,她的哥哥年庚瑶也为太过跋扈而逐渐失宠,甚至被雍正帝下狱问罪,雍正三年十一月八日, 年氏在缠绵病塌半年多后,突然病重,当时雍正帝正在景陵祭拜康熙帝,景陵位于尊化, 按流程,雍正帝需要在景陵斋戒五日方能回京,雍正帝接到年氏病重的消息后,心急如焚,但碍于祖宗制度,不能提前回京, 他只好联下圣旨,让太医好好医治,到了十一月十四日,在景陵的五日期限已过,雍正帝抛开百官,迫不及待的赶回紫禁城, 然后接连五日没有上朝,就在后宫之中陪伴年氏,雍正帝速来勤政, 除了有旨意的绰朝外,比如王公去世,他连续五日不上朝的情况并不常见, 十一月十五日,雍正帝可能得到太医的消息,认为年氏之病或已无药可治, 因此雍正帝下旨,册封年妃为皇贵妃,在清朝皇贵妃等同于父皇后, 若皇后在世,一般不轻易册封,但是年氏已经病入膏肓, 在册文中,雍正帝说,飞速病弱,三年以来朕半礼激务, 肖干不黄,为己留心伤雀诊治,樊芳耀之时惜附一家, 以致丹延日久,目今剑刺沉重,诊心身为诊念, 贵妃诊封为皇贵妃,躺诗出,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, 李珍经常给朱元璋的孩子们讲自己昔日为农民式的艰难, 讲到洞情处,他还会潸然落泪, 朱元璋每年都会赏赐李珍大量的紧帛, 但李珍却把这些紧帛换成钱财捐给穷人, 李珍穿衣从不求华丽,他习惯穿粗不异常, 吃粗陋的饭菜,穿坏了的衣服还要缝补, 朱元璋劝他不必如此节俭, 李珍说,陛下以勤俭教化天下, 我在亲戚们中年龄最长, 如果奢靡起来,怎么给大家做表率呢?